恒恒几处就是之前连足四天的工作天也是在下跌 但是他今天早上徐着他美国昨天的战事 就是重新的就是恢复这个盛事 就是升超过400点耳上的水平 就是守在21000点楼下 从我的观点来说短期之内 我相信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反弹的逐面逐线 错步我看他的左力会是在大概22000点左右的水平 最主要是因为我看见之前的几天的热市状况 他还是能够守在50天平均线2060点耳上的水平 所以我短期之内觉得他出现技术向的反弹的机会比较大